我之前有讲过的我就不再多做demo 因为差不多东西啦 只是差别你们可能要去云端上自己去抓那个程式码吧 或者最好自己能够自己动手做出来最好 然后按下它它自动帮你把它加上去 那这个里面的话清楚比较简单吗 For I 也许等于A5 一直到往下 范围知道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Sales IDO.G欄里面的资料给空置串 这个应该前面都写过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安养中心清除里面就是清掉这个东西 这个好像这一道我是没放 不过应该也不困难 第二个就是说按下安养中心的时候呢 我需要把刚刚的逻辑再写过 所以For I 等于第五列一直到A4的最下面一列 A4 当然你用A5也可以 A4或A5 往下感触向下抓到最下面的列号 那条件特别注意 If 哪一个呢 D欄 特别注意D指的是这一欄年龄 大于等于70 所以写成这样子 And Right 哪一欄呢 伊欄 所以伊欄里面的话 伊欄里面是放户籍地 户籍地里面的右边 有没有两个字等于北四的话 ZEN 所以这边一样是ZEN 所以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把结果输出到G欄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跟前面应该差异性不大 最好自己可以体会一下 所以你可以贴上之后 把中间的东西 delete掉 自己再把它打一遍 如果你这个都有做完 我相信你这个 将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了 OK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还有 就是还有什么 这个 安养中间函数的 就是制定函数了 这个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把上面改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就自己再把它插入函数 那可能需要使用者定义 安养中心函数 跟安养中心函数范围 这个 应该 跟前面都很类似 范围也做过了 OK 那我们来Demo一下范围 范围我觉得比较快 因为这两个连续 所以两个连续 抓过来 就OK了 然后直接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感觉还蛮快的 有没有 比起刚刚 你如果 要用原来的这个方法 当然你把它变成这样子 我想 你一般如果给其他同事用的话 他说好棒哦 好方便哦 这样点一下 两下就OK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集中 比如说 我们这个部门里面的制定函数 就可以产生一个争议期 记得把它启动起来 大家都可以这样用了 多好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一样在云端上都有了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再参考 一样把年龄户籍范围 的范围丢给A 我讲过了 因为你选的时候 他过来的东西一定是 一定是横向的 一定是1 1 2 所以是1A 那么这个一定是 这个这个格子一定叫做A11 这个格子叫A12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判断了 好 这个是范围的 那当然前面上面这两个我就不demo 因为这个跟前面一样 类似的方法 再来呢 可能比较困难的是这个 建立表单 好 那建立表单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程式码里面 index的旁边有两个东西 home.frm home.frx 这两个并不是装饰品 它其实是什么 因为我以前做过表单了 那表单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汇出给别人使用 或者将来我还要使用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呢 把它汇出 丢到某个地方 那我只要怎么样 把它下载下来 这边有个下载的 记得两个都要下载 再把它汇入 我的电脑里面即便没有这两个 我也可以马上做出来 不过 看一下这个 因为之前有下载过 我把这旧的给删掉 因为这个它会重新命名 记得就是 记得下载的时候呢 两个都要 这个要 frm要把它下载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frx 这个home.frx 这两个都要下载 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到哪里呢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boogle浏览器 这边有个在资料宅中显示 上方有一个它的路径 那我习惯是 把这个路径怎么样 按右键去编辑它 我就知道我的路径 把这个路径复制起来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不用再去找了 因为我我知道它在当落 可是我将来要浏览的时候 不好浏览 把它复制起来好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两个档案 汇入到那个我的 这个表单里面 各位看一下 现在是没有没有表单 这个逻辑函数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旧的 这个一个表单 是之前的 那它的名称我看 因为这也叫home 所以两个可能会 怕会有冲突 所以 这个可能把这个名称 改一下 改成 其他名称 因为怕一样的 或者是我把这个先移除掉 两个名称叫一样 它可能会有冲突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再利用什么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汇入 哎 有没有发现 你只要按右键 任何地方都可以 汇入档案的时候 我把刚刚的路径贴上去 按开启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刚刚路径开起来 FM 有没有 Home.FM 按开启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帮我开到什么 这个 制定表单里面 不过我怕说 因为他 刚刚移除没有重开机 他可能会冲突到 我看一下会不会冲突 OK 没有冲突 好 没关系 那这个地方的话 能打开来 旧的 所以我把它移除掉了 我应该还要再把它重新启动一下 不然的话 他可能汇入会有问题 那汇入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 我们在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做完的画面 也可以看到 长得就像这样子 当然如果 可以的话你自己做了 如果不行的话 你记得 记得就是从那个 我放程式码的旁边 会有两个档案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可以把它汇入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程式码里面 Home 是前面那个 一幅的逻辑练习 那Home2的话 就是我们 这一个 就是这个安养中心系统 我把它取名叫Home2 打开来之后就这一个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汇入 如果说你 因为时间关系 最好是大家你可以找个时间 把它练习过 这边可以下载 那下载特别注意 记得就是两个都要下载 这个FM跟Home2的FRX 两个都要下载 那您不能只下载一个 下载完之后一样 开启它资料的路径 上方有按右键 这个它的路径把它复制一下 再到你的那个VBA里面 这个逻辑函数 在这个逻辑函数的 这一个专案总管里面 任何一个位置 按右键 就会有一个汇入 那你就找到什么呢 把刚刚的路径贴上 开起来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FRM Home2 FRM 按开启 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stemo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哪些增加 主要 应该是在户籍地的地方 我可以做什么事呢 户籍地 我直接执行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我增加下拉清单 这些下拉清单 也可以根据什么 实际上的那个需要去做增减 比如说呢 我的下拉清单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放在这里 我额外增加了一个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名称叫户籍地 那这个户籍地怎么来的呢 基本上就是把 前面的户籍地部分 移除掉重复的 剩下来的就是不重复的 所以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嘛 各位应该有做过那个 这个户籍地嘛 把它整个圈起来 Ctrl C 移到户籍地 也许户籍地里面空的 假设这边空的 那我把它先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一定会有什么 会有重复的部分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应该有用过一个功能吧 资料 里面有个叫什么 移除重复 特别注意 这个功能是在那个 2007以后的版本才有 所以你如果是用2003以前的版本 没有这个功能 怎么办 自己用VBA写吧 因为没有啦 没有就自己怎么自己要产生的 所以以前2003都是自己写的 OK好 那直接怎么样 我的 这个名称有标题 当然如果不要标题 按确定好了 我看一下确定 这个时候会移除 只剩下什么这些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已经有个清单了 可是再来 这个我看一下 好像第一列 好像是没有用到的吧 好像第一列这个名称也不要了 反正就留下这个清单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当我那个表单启动的时候 自动把户籍地这个工作表里面的A栏 第一列到第十列 自动放到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特别叫下拉清单里面 自动把它放进去 那这个该怎么 之前我讲过那个 combo box 这个叫combo box 下拉清单 那你必须要把这个combo box 重新给它一个名称 配合这个名称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叫add item 可是add item是一个一个一个填 那我们今天是 要把这个清单里面的东西全部填进去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有几个重点 一 先把清单建立起来 二 再到这个地方 那特别注意什么时间 会需要把清单加进去 还记得吧 在表格空白处 还记得 有吗 有讲过了 只是有没有 这个有讲 没有吧 那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表格空白处点 这个表格空白处点两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是 会跳一个事件叫 user form click 可是问题哦 你应该顾名思义哦 当表单被点选的时候 加入那个清单吗 好像不对啊 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当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所以启动的话 那个事件不是click哦 所以我们click 但是我们要跳到那个 activate这个事件的话 它没有办法直接开了 所以我们是直接 先点两下 再去改成activate事件 那里面的话 这个事件就可以拿掉了 这个就不需要了 因为click 我们不要做什么事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当我这个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我就把什么呢 我的清单 我的清单在哪里呢 在户籍地里面 户籍地里面 那我的范围是第几个 第一个到第十个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什么 for i 等于第一列 到这个A1的最下面一列 那这个我想前面有写过了 可是特别注意哦 我们现在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特别注意哦 前面多一个东西哦 叫序词 序词物件指的就是什么 不明示意嘛 以后如果你要抓 这一个也是有档案里面的 某个工作表的话 你必须加一个序词 哪一个工作表 户籍地 记得哦 前后要加双引号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多一个点 表示呢 它是在这个工作表底下的 A1 最下面一列 OK 做什么呢 去抓到这个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其实哦 跟前面的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抓最下面一列 多了这个东西啦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遇到 跨工作表应用的话 就必须要多学一个 叫做序词物件 好 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那个combobox的名称叫CB01 好 CB01的话 基本上就是 这打开来 这个的名称 那我前面讲过就是说 这个点击它 它在Name哦 这个Name的属性里面 改为CB01 它里面会有个方法 叫做 AddItem 那可是问题之前是一个一个慢慢的增加 可是我今天如果要批次的一个个全部一起增加的话 你可以什么 去词里面的哪一个呢 户籍地 里面的A栏哪一列 I列 因为I列是从第一列到最下面一列 自动帮我怎么样 新增到这个下拉清单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所以我来试一下给各位看 直接执行 下拉清单 你会发现 它呈现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 就是等同什么 这一个 直接加到这里 加到这里 OK 这个应该了解这个意思吧 那如果你懂了这个应用的话 以后呢 你的清单也可以 不只是一个啦 你可以这边B栏也可以一个清单 C栏一个清单 以后很多东西都下拉清单 然后启动的时候 抓A栏 抓B栏 抓C栏 就可以有很多个下拉清单 但是呢 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 里面的资料改变的话 它会不会是跟着改变呢 其实 我刚刚不是有写 就是自动去抓到 Range A1的最下面一列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这边好像少了 假设县市里面 少了一个什么 这边有没有花莲 好像没有 对不对 假如有个花莲的 那比如说你什么 多一个花莲线好了 你自己key了一个 但是以前的写法 如果你写成固定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就不会增加 可是因为我们是写成活的 所以如果你再把这个表单启动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户籍地往下拉 花莲线 也会自动帮你增加进来 OK 当然如果你将来删掉某个部分 它也会跟着同步 那也就是说它是启动的时候 自动去找到户籍地里面的这个范围 自动帮你加进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如果将来你的清单 是 不是固定范围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好吧 重点回顾一下 一 请你等一下 练习的时候 把这个范围复制 贴到这个户籍 这个户籍地是自己增加的 再利用移除重复 第一个有清单的 第二个的话 如果可以你就会 用按右键 汇入档案的方法 把那个Home 2给汇入进来 里面主要是这一个 在里面的话 增加这一段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我在云端上有放 我把它放在 应该比较下面的地方 这个地方 OK 当User Phone 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做这些事情 那泡面切花给各位一下 所以基本上 像这个地方 也还是用到 所谓的回圈 那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 去抓某个工作表的 哪一栏 的哪一列到哪一列 自动帮我放到 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好